各位基友们好 欢迎收看法国快讯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大量医疗信息泄露 软件商被罚150万欧元 网络时代 万物皆没皆 基友们在享受到了互联网面积的同时 也遭受到了反噬 大数据时代下的人们没有隐私可言 周四 据国家信息自由委员会发布的消息称 由于医疗分析实验室的大量医疗信息泄露 包括一些敏感信息 共有50万人被殃及 德大路子软件商被罚款150万欧元 这一罚款数字是根据事件的严重程度和德大路子的营业额来确定的 CNIL宣称被泄露到网络上的个人信息 包括病人的姓名 社保账号 诊疗医生姓名 救诊日期以及病例情况等 这一事件是解放报和Zatas网络安全博客账号在2021年2月首先披露的 当时被泄露的私人信息已经被发现成为不法分子的交易对象 为了保护个人信息安全 即我们在收快递点外卖的时候可以使用假名 在一些非政府的机构填写个人身份信息时也要注意谨慎 马克龙被质疑操纵选票 最近有部分法国网民质疑马克龙通过选票上的二维码操纵选票 因为该二维码使得马克龙更容易获得选民的投票 从而让马克龙在大选中占据优势 并且为接种疫苗的人不可以使用该二维码进行投票 这使得选票的公正性进一步受到了大家的质疑 众所周知 马克龙在任期内实施的疫情政策引起了很多法国人的不满 尤其是那一句让未接种疫苗者不好过的言论 更是让许多人十分反感 感觉自己受到了威胁 所以显然 至今还坚持不接种疫苗的人 大概率是马克龙的坚定反对者 不考虑未接种疫苗的人的投票意向 确实利于提高马克龙的大选支持率 新冠患者跟一患眼不疾病 虽然最近疫情形势暂缓 但是技有们千万不能放松请替 新冠病毒可不是普通的流感 先不说感染新冠后的重症风险 单说这各种各样的后遗症 智力下降 味觉失灵等 就足够让人害怕了 美国学者在最近对新冠后遗症的研究中指出 新冠患者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 增加患视网膜中央静脉闭避色的风险 这是一种眼部血管疾病会导致患者出现视力问题 根据他们的研究结果 患者在感染新冠病毒后6个月内 由65名患者出现了视网膜静脉闭避色问题 尽管这是一个相对较小的数字 但与未感染新冠的普通人群的感染率相比 发费率增加了54% 研究人员还注意到 视网膜中央动脉闭避色的病例增加了35% 尽管专家表示 视网膜静脉闭避色也有可能是由其他风险因素引起的 尤其是糖尿病和高血压 但想要一个确切的结论 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可以在线用度假券支付火车票了 夏天到了 手捏着度假券的机友们 提前预定了飞机或者火车票了吗 虽然现在SNCF火车票在线上可以购买了 但SNCF Connect这款应用程序自推出以来 一直饱受批评 简直太不人性化了 于是SNCF Connect在最近几周内进行了多次更新 在更新后 SNCF的用户能够通过国家假日券机构 ANCV的应用程序 使用他们的度假券再往上支付票款 从5月初开始 可以直接通过应用程序 或在SNCF的网站上 用他们的度假券支付火车票 但纸质度假券仍然可以使用 事实上 虽然ANCV宣布 可以使用度假券进行在线支付 但其操作也十分麻烦 必须先进入ANCV的移动应用程序 在兑换部分 输入支票上出现的代码 以及发行年份和阻止编号 最后 必须要将实体的度假券 寄给ANCV 搞这么麻烦 还不如直接去火车站兑换呢 不如直接去火车站兑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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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直接去火车站兑换呢